好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13.2B带入消云法的一个部分 所以第一题2Y等于3X 2X减3Y等于-10 那第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的是直接从第四呢 你再除以2你就会得到Y是等于这个3X除以2 如果把它称为三号 一般上我们是这样子写的 一号二号三号 然后呢你就将3带入2 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你哪一个方程整理出来 你就不能带回进去哪一个方程 就要带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刚才有我看到后面有某个同学 弄错了 一整理出来3然后呢又带回进去1 所以这个你就会找不到答案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从3号呢带入2号 你就会得到2X减去3乘3这个2分之3X 过后呢我们每一项我看一下他做什么 哦他先乘进去马上上9 OK 然后通分 左边通分得到6分之12 12减9呢就会得到3 然后呢这一月减就会得到2 再把2乘过去对面啊错了 也就做成除了 应该是分母2呢是乘去对面就变成-20的 对吧我看一下你还有哪里是错的 还有哪里错啊 好像因为他答案好像不是这样 612-9是3 3跟6月减是2 好像又没有错哦 但是他做的答案应该是 再看一下啊 啊我说我知道哪里错了啊 错在这边 339但是这个分母是没有乘的 你乘3的时候你只是乘分子没有乘分母的 所以这个还是2来的 OK 所以如果我照你的方式去做下去的话 呃我不要做你的方式了 我的做法呢是每一项乘以2 你就会得到224X 减去9X 然后呢对面呢就变成20 左边相加得到-5X 对吧得到等于-20 两边除以-5呢就会得到4 X得到4了之后呢 我再带回进去第3 啊第3的方程 431212除以2呢就会得到6 所以这题的解呢应该是X等于4Y等于6的 OK 所以错误在这一边 这个位置发生 所以你看他为错误发生在哪一个位置也是很重要 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老师看到你哪一行错了他下面就不改了 所以很多同学呢是为什么数学考的特别差 因为你错误的地方在很前面老师下面不看你的分数就0 OK 所以他可能给你一分这样子后面就没有分了 所以为什么数学是这么的很多人会考的很低分 因为你的错的地方在很前面 那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了 Melisa好像是学校学了嘛 所以他就没有用到这个代入交源法 OK OK 所以当然没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下一个小节我们会上的叫做加减消源法 加减消源法什么特点呢 他们两次左边跟左边相加 就是说A跟A相加B跟B相加C跟C相加加或者减 我们叫做加减消源法 像这一题的话呢你看到一加一减 你要消掉这个B的话 因为他刚好两个B一个是加二一个是减二 所以如果你要消掉的话 你两个加起来 你就会得到加二减二去掉了 所以呢你左边呢5A加3A呢就会得到8A 右边因为你要加法 你要注意你要用你是做加法的 所以是12加4呢等于16 8A等于16 16除以8就等于2 所以A是等于2的 所以马来西亚错在这一边 你不是 不是不管3721都是减的 因为你看到一个加一个减你是必须要做加法 这样子可以理解 所以你看他很好笑的 你这边是做加法 然后消掉得到8A 但是你右边就做了减法 所以这个呢你要注意了 这个做法 过后你找到A是等于22的之后你再随便带一式 随便再带一个 你带2嘛我就再带回2了 3乘2减2B等于4 然后B应该是等于1 所以正题的答案呢A是等于2B是等于1的 A是等于2B是等于1 这个才行正确 那我再演示一下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做带入消源的话 像我从2号 如果用带入消源 我从2号整理出B来 这个拉过来这个拉过去再除以2的话 B是等于3A减4除以2 可以吗 这个不会太跳过 跳过了一下 这个拉过来这个拉过去再除以后 OK 过后呢再带回1号 再带回1号 注意你从2号整理你要带1号 你从1号整理你就要带2号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你带错的话呢 你就解不出东西来 刚好它是2B来的 所以2乘上3A减4除以2的时候 2是可以跃掉的 然后呢就会得到5A加3A减4等于12 5A加3A等于8A减4拉过去 变加4等于16A也是等于2 如果我带入消源 因为我就不带2号了 我就带回这个3号去了 带3号的话B是等于3乘2-4除以2 3266-4是22乘2是等于1 就会得到1 带入消源其实也是OK的 也是说不会说太难 就是两个做法 其实我发现到 我比较喜欢做加减消源 老实说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比较喜欢做加减消源 我比较不喜欢看到有分数的情绪 加减消源是不会有成立的 比较不会出现分数 但是很多同学 其实我觉得初学的学生 比较喜欢做带入消源 而且也比较容易做老实说 而且也比较容易做老实说 anyway 不然的话 如果你是做带入消源的话 你从1号 对吧 这个也不是1-3 这个其实就是1来的 对不对 1号整理 拉过去-5x 拉过来除以2 所以这个是1号 整理出来的 对吗 这个完全不需要做 你这个是1号整理出来的 你就要带进去哪里 带进去2号 但是你看 你带进去1号了 所以为什么做出来是0等于0 这样子可以理解吧 所以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 你从1号整理出来的东西 不能带回进去1号的 你带进去1号的 你会越到最后 0a等于0 0x等于0 还是0y等于0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代表什么 代表你带错方程的 OK 所以我用回你的这个4号了 OK 带回进去 应该带2 那我再继续做了 2x加3y y就放这个27-5x 除以2 对吧 然后呢 等于24 每一项乘以2 得到4x 加3乘进去 81-5315x 等于这个还要乘2等于48 OK 4x-15 等于-11x 81拉过去 48-81 得到1 2 3 应该是3 8 结尾 减4 也是得到3 好像是得到负33 所以x等于3 x等于3 x等于3之后呢 我们带回进去这个4号了 其实我这个也割掉了嘛 其实这里放3号就可以了 这个是3号了 那3号呢 我就会得到 y是等于27-5315 27-15 我们会得到22 是吧 22除以2呢 就会得到11 所以第三题 不对啊 我再看清楚 27-15啊 x等于3 第三题 x等于3是对的 x15-15是 sorry是12 sorry12 12除以24等于6 x等于3 y等于6 才是正确的 有时候新算就比较容易弄错 最好当然 我是不够位啦 所以我就新算了 OK 再来这一题 entrance从1号 这个是第1号 这个是2号 他从1号整理出x 也就是3y拉过去 3y拉过去 是减3y哦 所以应该是7-3y 然后呢 才除以2 所以你这一边呢 就弄错了 因为正负符号倒转了 对吗 3y减7跟7减3y 是不一样的 还有当然 如果你要这样打的时候呢 最好要挂口血 最好要挂口血 所以如果我再用你这个方法 再继续做的话 带入2号 应该是 4乘以 7减3y 除以2再加上7y等于13 这个这么巧可以越 所以2乘进去 724-326y加7y等于13 这里减出来是y 14拉过去对面 13-14会等于复1 所以我们的y呢 就算到负1了 也算到3 OK 因为倒转了嘛 所以y 怎么样 第四题 y是等于负1 过后呢 再带回进去 这个3号 我再画3号 3号呢 我们就会有 x等于 7减负负得正呢 就会变成7加3 再除以2 7加3是10 10除以2是等于5 所以x等于5 y等于3 All right 那Melissa还是一样 她比较习惯 做那个加解交员 好 没关系 我们也来看一下 反正下一个小节 要上的 她做加解交员来讲 这个是1号 这个是2号 她1号乘4 为什么1号乘4呢 她必须要把其中一个 系数变成一样 像这一边的话 我1号乘4 2号乘以3 那x呢 就是说互乘的意思 对不对 x的系数互乘 那她就会得到 一样的 一样的系数了 所以这个乘以4的话 4 3 12 x 4 5 20 y 4乘12等于48 这个呢 她就叫她3号 就是1乘4 就得到3号 2号乘以3 2号乘以3 4 3 12 3 3得9 负9 y 这个乘3 等于负3 负39 负39 这个是4号 过后因为两个都是正的 她就要减 3号减4号 3号减4号 12减12 去掉 20 减 负9 就会加9 所以29y OK 我一般上不会这样子写 等下你会看到我的写法 就得到29y 48 减负39 就会加39 就会得到87 87 OK 87除以29 等于3 最后 Y没3 再带回进去的 再带回进去2号的时候 4x 减33 9 9拉过去 得到加9 你是减减 它的意思 减减你要放挂弧 减负9 挂弧起来 那个负9 就会得到负13 加9 应该会得到负4 结果你的负去掉了 你漏掉了负 负4除以4 应该是等于负1 所以你的整个呢 错在你的X算错了 X应该是等于负1 Y应该是等于3 差一个负 老师还是给你错的 还是会有扣一分的 答案分扣一分 这样就请 OK 好 再来看第六题 结疑要把U整理出来 好像从第一次整理嘛 4V拉过去减4V 3拉过去除 所以这个是你的第三试 没问题 再把第三试带回进去第二试 然后呢 你是2乘以3减4V除以3 再加上3V等于0 乘以3乘以3 你就2乘进去 326 负8V 339V 这两个减出来是V 6拉过去减6 0减6是等于负6啦 所以V是等于负6是对的 不过你还没有做完 你还没有做U啊 对吧 你还要带回进去3号 U是等于多少 我们再看一下 U是等于3减4V除以3 3减4V除以3 负带进去负负得证 6424 对不对 24加3等于27 27除以3等于9 所以这是几七题 这是第六题 第六题 U是哪9 V是哪4-6 这样子才是完整的 OK 第七题 第七题 Entrance每一次你 我不晓得为什么你的第一步呢 每次弄错 啊现在对了 现在对了 OK 所以第一步 如果你要整理出2T来 你的5S拉过去呢 是减5S 所以呢 是5减5S 然后呢 再把那个2呢 拉过去除 OK 再用这个T等于这个整个东西 带进去你的第二诗 这个我们称为第三诗 从第一诗来的 好 然后呢 再带入第二诗 我们就有8S 加上3乘5减5S 除以2 等于3 OK 很好 那我们啊 因为时间有关系了 好 我直接做 你做下一题吧 我们每一项呢 乘以2 826S 然后呢 这个2呢 就越减掉 3乘进去 3515 减去3515S 这个是S来的啊 然后呢 这边也要乘以2 等于-2 16S 减15S 就会等于一个S 15拉过去呢 就变成减15了 -2减15 就会等于-17 有点大啊 过后呢 再带回进去三套 T是等于5减5S 这个是-17 再进去 再出以2 我们算慢一点的啊 57535 515 678 85 负负得正 85加5等于90 90除以2呢 就会等于45 OK 所以第七题 S等于-17 T是等于45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Belisa的Belisa还是做这个价钱消源法 那她的一号呢 她要把她同样系数呢 她的一号呢 就乘以5 就会得到5315T 那15S X 减7535Y 等于155 然后呢 2号呢 就要乘以3 3515X 4312Y 7321 313 净位2 等于51 所以这个呢 我们称为3号 就称为4号的话 呃 她用4号减3号 15X减15X去掉了 减12Y 减减变加 加35 你就会得到23 23Y 51减5 就会得到46 过后呢 46除以23呢 就会得到2 我们的Y呢 就等于2 过后呢 代入哪里呢 代入1号 Y等于2代入1号 我们有3X 减7Y Y就放2 724 拉过去 加14等于15 OK 15除以3 等于5 所以X 我看一下 第8题 X等于5 Y等于2 我再演示一下 因为毕竟这边 我们是用做 suppose应该要做 代入校园的 那我尝试一下 做代入校园 我从1号 整理出X来 我们就会有 1加7Y 除以3 对吗 拉过去 加7Y 再除以3 过后我们再代入2号 我们把这个成为3号 3号代入2号 我们就会有5XX这个1加7Y除以3 减去4Y等于17 然后呢 我们在每一项呢 乘以3 这个3就越掉5成进去呢 515 7535Y 减去4312Y 等再乘以3 7 321 313 净位2呢 是等于5 过后呢 35减12呢 就会得到10 就是23 得到 得到23Y 5拉过去呢 就变成减 51减5呢 就会得到46 46再除以23呢 刚跑的等于2之后呢 再带回进去3号 就会有X等于1加7 214 除以3 14加1等于15 15除以3呢 就会等于5 OK 你们看到的是 我做的东西哦 好像 呃 好像跟这个呢 是好像类似啊 35Y这边也有35Y 对吧 这个51这边也是有51点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做的东西是类似的 只是说那个做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对不对 他做的 那种加减乘除啊 要需要做的那些东西呢 是一模一样 啊 so 啊 alright so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9题 由1 啊 结疑是从1 得到2Y 呃 3X拉过去 7-3X 再除以2啊 所以如果 entress你经常会做错啊 如果你不能啊 你可以像结疑这样子一步一步来 好不好 啊 你做 做慢一点 好过你 呃 做到太快 然后呢 做掉它 啊 所以这个呢 正确 3号带回进去 2号 9X加8Y Y就放了这整个东西进去 过后因为这个2跟8可以越减得到4 你好像没有注意到 好像没有注意到 啊 因为结果你好像是乘了2进来 就得到18X 然后呢 8乘进去 7-8-56 然后呢 3-8-24 这个忘记乘以2 如果你要乘以2 你要连这个22呢 也要乘以多 所以就做错了 OK 非常的可惜 但当然我不会乘以2了 因为2跟8可以越减得到4吗 所以我再从这边开始做哈 应该是9X加7-428 减击4312X 等于22 那这个22就不用乘了 啊 但是你这边呢 因为你9X乘以2了 那22呢 也必须要乘以2 哦 这个要注意啊 你的那个步骤了 9X-12呢 就得到-3X 28拉过去呢 就减28 22-28 刚好这等于-6 -6除以-3呢 负负得证 呃 等于2 哦 对吗 等于2 过后呢 再带回进去 这个3号 3号呢 Y就会是等于7-326 除以2 7-6 所以Y是等于2分之1 第9题我看一下 X是等于2 Y是等于1分之1 OK 所以这里 好 这个才是正确的 OK啊 这里我不看了 好 错了 不过entrance还在做到一半 好 没关系 哎 哎 三个都没做 哎 三个没做 我就好 没关系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 第一个方程 你好像没有整理到东西 呃 你要整理X出来 5Y拉过去减 加5Y 喂 你 一号没有整理 不过你好像是从第二方程 整理出X来 拉过去 应该是加3Y嘛 对吗 再除以2啊 所以你每次就是这个步骤就弄错了 对吗 那个步骤就弄错 所以如果你从二号整理出X来 应该是5 减3Y拉过去变加3Y 再把2拉过去除 OK 我把这个称为三号了 我不看你的了 然后三号带进去一号 一定要从带进去一号 所以是3X45 加3Y除以2 给减5Y 等于6 每一项乘以2 这个2去掉 3乘进来 3515 加上339Y 减去这个2乘过来 520Y 等于620Y 等于620Y 9Y减10Y 等到负Y 15拉过去呢 12减15 就会等于负3 我们的Y呢 就会是等于3 你Y做到3了吗 也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啊 对吧 还是没有 看这样 这个6忘记乘 对吧 你看啊 你们每次啊 宇宙上啊 这个6忘记乘啊 这个结乙好像也是类似的情况 所以你们的步骤 必须要注意了 我们到底乘的时候 乘2是每一项都要乘的 连U4也要一起乘 这样 然后 3乘进去 12减15应该是 负3的吧 就这个就不是12了 负3 然后呢 两边负去掉呢 Y是等于3 OK 然后呢 再带回进去3号 再带回进去3号 X等于5加33 9除以2 5加9是14 14除以2是等于7 所以第十题答案 X等于7 Y是等于3 OK 可以啊 好 再来这一题 这个是倍数嘛 对不对 倍数 所以如果有倍数的话呢 我们就从2号 整理出Q来 怎么整理呢 这个拉过去 这个拉过来 2P减7 QA是等于2Q 所以Q就是等于2P减7 除以2 OK吗 这我们把它放成3号 过后呢 再回进去1号 3P加4QQ 就放这个2P减7 除以2 然后呢 就可以越减 然后呢 等于0 2乘进去 2乘进去 我们就会有3P加224P减7 24 等于0 3P加4P 等于7P 减14 拉过去 这加14 14除以7呢 就会等于2 2呢 带入 回去3 我们就会有 Q等于2乘2 减7 除以2 224 4减7 等于负3 所以是负2分之3 第11题 P等于2 Q是等于负2分之3 正确的 再来这一题 3M 这个是9M 倍数关系 看到吗 所以我们的1号呢 整理出M来 就会得到7 减4N 拉过去 加4N 再除以3 这个把它整为3号 我们再带进去 24 95 M 放这个7 加4N 除以3 进来 减10N 加5 等于0 3跟9 可以跃减得到3 3 7 3 21 加4 3 12M 减10N 加5 就照超 而已 你如果已经跃掉了3 你就不用乘以3 明白吗 好 so这一边的话呢 就会比较简单一些 哎 简单一些 sorry啊 这个是N来的 这个是N来的 看错吧 N 所以12N 减10N 应该会得到2N 21 加5 等于26 拉过去对面 负26 负26 除以2呢 就会得到负13 我们的N呢 是等于负13 过后呢 再带回进去第三次 我们的M是多少呢 7 减4乘4乘13 4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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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乘4 因为1等于52 再除以3 这个减出来应该是负45对吧 负45除以3 好像是负15 负15 所以最后呢 你的N是等于负13 你的M是等于负15 OK 所以这样子就做完了